从宏观经济谈到股票金融市场 欢迎大家来到话书的频道 大家好啊 今天我们来说说整车 给大家分享五家重要的新能源整车公司 我们先简单概括下 为什么今年新能源车值得关注 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新能车的渗透率确定性高 如果说是苹果引爆的智能手机产业链 那么就是特斯拉点燃了新能车产业 新能车这个领域不光有能源利用的问题 还包括全智能驾驶 人工智能应用 以及整个出行的解决方案 这里都会涌现出巨大市值的优质企业 像苹果一样 最近天峰证券副总裁研究所所长赵小光表示 目前汽车电动化已成为共识 汽车智能化刚刚开始 产业空间巨大 同时看好车联网领域的机会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上游元器件公司 新能车的渗透率就像当年的苹果智能手机一样 路还很远 机会还很多 二 九月销量再次证明高景气度 九月 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35.7万辆 环比加11.4% 同比加148% 超市场预期 国内市场 行业高景气持续 海外方面补贴政策料加速落地 美国市场有望重回高成长 欧洲市场在逐步驱延的碳排放新规下 预计将保持高景气 三 巨头纷纷进军新能车 360公告 以自有资金29亿元投资入股哪吒汽车 本次投资全部完成后 公司将间接合计持有哪吒汽车16.594股权 成为哪吒汽车第二大股东 小米也在10月19日召开投资者会议 雷军宣布 造车进展超过了预期 小米汽车预计2024年上半年正式量产 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国内新能车A股上市公司中 整车的一些情况 重点给大家分享五家重要的电动车整车公司 一 比亚迪 新能源车行业绝对龙头 新能源乘用车在国内是占率15.3% 公司开发的刀片电池是新一代磷酸铁锂电池 通过乘组效率提升 其体积比能量密度 比传统铁电池有明显提升 刀片电池搭载比亚迪汉后 销量突破20万 目前准备在全系新能源乘用车上搭载 公司打造了王朝家族定位中高端和一系列定位偏低端两条产品线 2021年中报 比亚迪营收增长50.2% 其中汽车相关业务增长22.1% 手机相关业务增长84.5% 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增长73% 其中爆款产品比亚迪汉中高端加混动类 打破了20万以上的中国新能车自主品牌销量天花板 二 广汽集团 公司是一家A加H股上市的国有控股企业 新能源乘用车在国内市占率5.2% 公司的新能源车业务主要在子公司广汽乘用车与广汽埃安 埃安定位于中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 且埃安计划混改引入战头 公司2021年上半年汽车销量102.7万辆 同比增长24.5% 其中广汽埃安销量4.30万辆 同比增长112% 预计年底爱安销量突破10万辆 公司还与华为合作 预计首款智能汽车将于2023年底量产 2021年中报 广汽集团营收增长34.8% 净利润增长87.1% 其中QR营收增长25.63% 母净利润下降10.41% 主要系疫情 芯片短缺 原材料涨价影响 但环比有所改善 三上汽集团 公司是目前国内产销规模最大的汽车集团 新能源乘用车在国内市占率6.3% 公司2021年上半年完成整车零售294.5万辆 同比增长29.7% 其中新能源车销售超过28万辆 同比增长超过400% 增速是市场的两倍 并继续在国内领跑 截至2021年1至9月 公司新能车销量占比13.2% 主要由上汽通用50 宏光MiniF等贡献 9月份上汽通用50的新能车销量 占公司新能车总销量的60%以上 公司计划到2025年 新能车销量目标270万辆 占上汽整车销量比重不低于32% 2021年中报 公司实现营收3661亿元 同比增长29%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.1亿元 同比增长58.6% 4.长城汽车 公司是中国最大的SUV和皮卡制造企业之一 公司新能源乘用车在国内市占率4.8% 公司旗下欧拉品牌专注于纯电动车的设计研发 2021年上半年 公司汽车总销量61.4万辆 同比增长53.7% 欧拉品牌伪计销量5.3万辆 同比大幅增长428.7% 截至2021年9月 欧拉售出1.3万辆 恢复着历史高点水平 2021年上半年 公司收入同比增长72%至619.3亿 净利润同比增长208%至35.3亿 5.江淮汽车 公司在新能源领域合作伙伴有蔚来和大众 是蔚来的主要代工厂 蔚来在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 市占率为3.7% 2021年上半年 公司销量28.5万辆 同比增长36.1% 其中纯电动乘用车销售5.6万辆 同比增长225.1% 且公司与未来在上半年产量超过4.4万辆 产能方面 目前江淮汽车代工厂扩建 年产能可大幅提升至30万台 此外 公司自建的合肥新桥工厂 规划年产能100万台 2021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收223.8亿 同比增长13.9% 净利润4.8亿 扭亏为盈 上述5家公司 随着新能车渗透率的提升 必然都会受益 长期值得跟踪 今天先聊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点赞和订阅我们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